新北市永和一间商职学校 两名高三男学生打扫时间玩耍玩过头 其中一名学生把同学的双手反扣 直接朝窗户推 男同学撞破了窗户 碎玻璃直接插进左肩 血流如注 这名受伤的男学生前一天才去捐血 如今又血见校园 虚落到惨白脸色 被碎玻璃插进左肩的17岁高三男同学 脸色苍白 不过伤口包扎好 已经没有大碍 老师和家长都急忙赶到医院 就怕血流不止 伤势会再恶化 老师挤出话来安慰受伤的学生 不过和家长们一样 都是又担心又生气 因为和同学玩耍 就被碎玻璃插进血管 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当时也赶快紧急 把这个学生送到这个健康中心 做这个止血的急救处理 事情发生在上午11点多 学校正值打扫时间 两个高三的男学生嬉戏玩耍玩过头 其中一名学生把17岁的张姓同学 双手反扣后直接朝窗户一推 被推的同学重心不稳 把窗户撞破 碎玻璃也插进左肩 顿时血流入住 被刺伤的学生由于前一天才捐血 现在又受伤死血 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脸色发白 闯祸的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上 也激得到医院探视道歉 还好一场意外 伤口及时止血也没有感染 不过爱玩玩过头的后果 已经让两个学生都学到教训 记者江议人徐教委新北报道